往往会让很多人幻灭 出发前台湾志工都必须要有一定的心理建设 因为到当地的生活并不是那么美好 只是要怎么去或到哪里去 就是许多年轻人所好奇的 到底还有多少心态的志工营队可以参与呢 其实世界各国的志工活动其实蛮多元的 一方面是像在非洲有蛮多的是属于construction的工作 那在欧洲有很多文化节庆 那所以依照各国不同国家的一些社会经济发展 以及它社区的实际需求 所以事实上你到各个不同国家的时候 能够参与到的计划其实蛮多元的 那一般像现在我们协会在蒙古啦 在尼泊尔在菲律宾也有长期议养的据点 那也是锁定在妇女的一些卫教 那以及儿童的一些教育数位落差 等几个领域我们锁定 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些地方能够发展一些长期的专业的一些 能够对社区有一些比较深的影响力 所以议题的话会比较锁定 希望能够资源其中去协助这几个部分 台湾的部分目前像我们在云林台系这边是结合这一种彩绘 那彩绘的目的是想要推的是一种生活的美学 然后以及这种透过彩绘不同国家的故事 去推这个多元的国际观的这个教育 希望说能够把这个部分能够普遍推广 在年轻人的一个世代这里面 变成是一种生活的一种习惯 生活的一种风潮 我们希望说以后年轻人就是会有所谓的一个公寓餐饮的习惯 这个是我们想在台湾去很积极去推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我们很想做的部分是把全世界不同国家的职工网络给建立起来 网络上可以搜寻的国际职工营队相当多 不妨可以上网先寻了解各机构的服务方式与训练内容 再依照个人的志愿来选择 例如海外和平服务团 志工可以前进到战争频繁的国家 协助难民安顿家园并推广和平 或者是国际志工协会 它是以培养国际志工人才培训计划为主 还有海和会 它提供了技术合作 人道援助 投融资 国际教育训练等各项工作 上述这些机构成立已久 针对不同的国际志工服务性质而不同 也具有完善的制度与训练 希望可以透过志工的服务 让世界变得不一样 不再充满战争贫穷与灾难 让世界变得更真 更善 更美 世界这么大 虽然我们可以皆有旅行去认识其他的国家 但是透过志工服务 却能让地球村的年轻朋友 更深入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 与生活模式 也因此与各个不同的文化产生了连接 让自己的生命旅程更丰富 谢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回再见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敞开我的双手 给你一个拥抱 你影响阳光 展现生命的要动 因为有你 世界变得更会转动 生命变得更神动 生命变得更神动 感谢观看